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时那个储存量受到了限制 后来我把那个手机里边很多的空间腾出来了 然后现在才可以做这个 当然这个时间新闻点已经过去了 不是特别长 但是也过了一点 主要那次是要谈北大校长 就是在校庆的时候念错字 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说你是北大的教师 然后你应该对此发表一些评论 对 我当时是做了评论 但是可惜当天那评论没有存下来 没有发出来 所以我现在等于是补作一下 有关那个新闻事件的一个评论 那首先我们知道 这个北大在这样一个120年校庆 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头 除了我前一段时间做的那个视频 点评了习近平到北大视察的时候 说的那番话 然后又出现了林建华校长 在校庆的时候 致辞竟然把洪湖之志 错念成洪浩之志 然后生生学子 说成精精学子 当然也有人说精精学子 这种说法也是有的 但是后来还有人发现 林建华在过去其他的发言中 还把尊尊教会念成了敦敦教会 所以可见林建华的确 就像他后来写的那个 道歉信里边所承认的那样 他的文字功底确实不高 而且基础教育方面 应该说是欠缺甚多 倒不是说你一个名人 或者是你一个大教授 就绝对不会念错字 我们经常也有念错字的时候 但是大家批评的是他这种态度 就是你作为北大校长 在校庆120周年的时候 这份讲话稿 应当是事先经过一点准备 如果是自己写的话 也应该做一些了解 包括读音方面 应该下点功夫 哪怕是花几分钟的时间 做点准备 所以这种很轻率的态度 激怒了大家 而且大家批评 不是在于林建华校长这一个人 而是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 大学目前状况的一种不满 这种不满 这种情绪集中的爆发出来 所以呢 不光是北大这么一个 难道就北大一个校长 是有问题吗 其实中国现在所有的大学校长 在人们心目中 都不是能够跟民国时代的那些 民国教育家们 那些真正的教育家们相提并论 而且北大校史上有过很多出色的校长 那我们知道蔡元培 其实在蔡元培之前呢 还有马相伯 严富 还有一些其他的校长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北京大学的校史 从1898年金氏大学堂开始 这个前面的很多历任校长 现在人可能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比较有声望的 至少呢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几位 这个蔡元培之后 还有蒋孟林 还有胡适之 还有这个 傅思年 那么这个是民国时代的校长 就是非常出色的 就是至少是一方面 本身就是自己是不错的学者 另一方面呢 在教育方面 有很多自己的心得和建树 影响了整个北大的这样一个发展 包括北大校训的那八个字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但是49年之后 中共长职所有的大学 控制所有大学的思想意识形态 所以呢 中国的大学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 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党效 是党控制一切 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边 有所就有一定的宽松吧 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改革的那段时间里边 大学里边出现了一些比较宽松的氛围 在思想解放运动之中 有一些学习西方的思想 传播西方的一些思想理念 那个过程中的确是产生了一些杰出的学者 也产生了一些好的大学管理者 比如说当时这个八十年代 比较有名的两个大学校长 一个是南大的邝亚明校长 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 这两个校长都富有改革意识 而且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 所以呢 非常被大家所遵从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怀念这两位校长 尤其是刘道玉校长 他的这种大胆改革举措 为武汉大学培养了相当一批优秀的人才 也为全国的高校改革 带来一种清新的空气 风气之先吧 开风气之先 那么后来呢 大家知道北大在1949年之后 校长呢是马银初 马银初呢 这个在经济学界 虽然说也是一个经济学家 但是他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在经济政策上的影响上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在人口政策上 当时呢对中国来讲 还是有非常深刻的深远的影响 就是他当时主张截制人口 觉得人口已经有可能过多 而且这个趋势如果不阻止的话 将来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但是毛泽东当时的想法跟他不一样 所以呢对他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批判 这种批判呢已经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 或者意见的交流 而是一种压服的这个姿态 所以呢马银初校长当时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说虽然年已八十 明知寡不敌众 但是呢他就是下决心 一定在真理上呢 就是要坚决的迎对各种挑战 不会被那个权力或者强权所压倒 就是说应该是以礼服人 如果不能以礼服人 以权势压人 他是不服的 他宁愿战斗到死 所以这样的一个民国时代的风范 一种教授学者的这种骨气 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当了不起的 虽然马银初校长呢 也有人评论他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包括过去亲共的一些做法 但是至少在这件事情上 它是了不起的 另外呢在八十年代初 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死了 打倒四人帮了 改革开放 思想解放运动中 当时有人采访他 让他谈一谈对这个人口之争 这个包括跟毛泽东之间的 这样一种关系和看法 他到时候 他那个时候反而淡然一笑 他说好像他不愿意对死去的人 再做评论 实际上呢 他就是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当然可以激烈的抨击 去说毛错 他对 另外呢他也知道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 去把毛 如果发 就是完全的来进行客观的评价 恐怕也不太可能 那么违心的评价 可能他也不愿意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这种说法 那么在马银初之后 北大还有一些其他的 不是有的没有正式任命为校长 但实际上就是校长 像陆平 原来是党委书记 后来马银初被撤职之后呢 陆平就是兼任校长 然后来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导人 那么在北大的历届这些校长 后面的这些校长里面呢 有一个丁石孙先生 他是数学系的系主任教授 他当时在哈佛大学留学的 做研究的时候 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的时候 突然被交易部召回 说他应该回去当北大校长 那么他是 这是1984年担任校长 就是说这也是北大校史上不多见的 通过民主评议 大家推选出来的校长 而不是上级直接指派官员来担任的 所以这种情况呢 只有在改革开放 思想宽松的年代才有可能出现 而且那个时候是胡耀邦主政 那么 这个丁石孙呢 后来虽然当的时间不算太长啊 也就是五年时间的校长 尤其是8964的时候 在风口浪尖中 他同情支持学生 保护学生 他劝学生不要上街 怕出事 但一旦学生出了事 有些学生领袖被追捕的时候 他还愿意保护学生 所以这点非常了不起 就是说应该是最近几十年来 最好的 最值得进驻门 北大校长 然后在后面呢 就是8964之后 觉得丁石孙这样的校长 态度不够坚定 所以派了一个带有左派色彩的 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人民大学排名第七的副校长 吴肃清来北大任校长 所以当时让北大感到非常的不愤 就是感觉到这怎么可能 让人大的这样一个左派 研究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教授 用排名第七的副校长 来当北大的校长 就是好像不服 但是呢 这个校长平心而论 虽然思想比较左 但是呢 他来到北大之后 也并没有做太多的坏事 或者讲去迫害他人啊 或过于疯狂的 推行左的那套东西 反而做了一件好事 一件什么好事呢 就是当时林毅夫从美国 回到中国之后呢 一直想建立一个理论方面的研究中心 就是去把西方的经济学的范式 这种研究方法 推广在整个全国的大学里面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请求在北大建立这样的一个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他跟海文一刚 这个海文一刚张维迎 他们一到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中心 一开始只有六个研究人员 而且呢 没有办公室 什么都没有 那北大吴肃清校长 就从地学楼借给他两间办公室 配了两个行政人员 这样这个中心就建立了 后来中心得到了福特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 资金的帮助 然后建立这样一个中心 从1994年开始 慢慢的就是推广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 慢慢最后在中国呢 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 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不论是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方面 那么这个机构现在改名为 国家发展研究院 仍然在北大校内 那么林毅福呢 这个后来也担任过 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那么这个 我身上穿着一件汉衫 这个T恤 这个T恤呢 是当时我在中心 这个还带着学生去搞一些调研啊 什么的 看农村金融调查 这些 这一类呢 这些工作 其实都是在一个新的范式下进行的 所以刚才讲到校长的时候 或者说吴素卿呢在这个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 然后讲到林建华这个人 林建华这个人看来官运还不错 当过很多的这个领导 包括在北大当过常务副校长 又到重庆大学当校长 然后再到浙江大学当校长 最后又回到北大当这个政校长 那我跟他的个人有一个接触呢 是有一年在烟台大学 因为烟台大学是1984年建立的 是由清华 由北大和清华两校原建 所以呢当时在校庆的时候呢 烟台大学就邀请北大清华的校领导和 这个两校的教授 在他们看来是可能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教授 大概三四十人吧 参加这样一个校庆活动 那么我就去了以后呢 这个大会上面听到 除了山东省的领导 烟台市的领导的讲话 那然后就是北大当时是常务副校长 林建华带队他讲的话 清华大学呢是党委书记胡和平讲的话 那当时听下来的感觉 就是这个这两个人除了这个按稿子念以外 到济熙讲话的时候 发现水平都很差 因为这三天的会议嘛 不是说过去常见的那些大领导来讲完话就走了 而是三天都在那参加大会中会小会 所以呢应该说对这校领导呢 究竟什么水平了解的比较充分和直接 当时我内心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差的人 两个学校的领导竟然是这么差的水平 然后有些去的同事教授们就可以看到 非常的不感兴趣 打瞌睡的干别的事的 然后甚至有的人找个借口就溜出会场不回来的 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所以呢从那时候就领教了这个校长究竟是什么样状态 那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因为中国大学校长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平均水准 真正有独立见解 独立思想的人肯定是不能够融流当校长 大家知道这个最近这应该主要是8964之后吧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顶尖大学的校长通常都要有院士的头衔 而院士大家都知道是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 而人文社会科学是没有院士支撑的 只有一个所谓学部委员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说法 但这些说法呢都没有得到正式的这个认可 所以第一位呢就显然不如这个研究理工科 自然科学方面的人地位高 他们这些院士们都比照为副部级待遇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么像北大这样一个以人文社会科学建长的大学 按道理应该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担任校长 但是很遗憾 自从8964之后 基本上都是由这个所谓的院士 那么到了林建华这儿时候呢 林建华也不是院士了 好像周七凤当院校长说 周七凤也不是院士 但是王恩哥是院士 这个 所以呢这些校长换来换去的 大家知道就我去了北大之后 就经历了好几个校长了 从许志宏 那许志宏给我的印象呢 就是这个人比较和善 见了谁都笑嘻嘻的无锡人 他能够听听你的意见 而且他一般不做得罪人的事 这个人呢是江泽民看重的 就是说他是一个温和派 但实际上他的心思 并没有真正花在如何改进 或者提高北大的这个整个的 校的这个制度建设上 基本上维持现状 没有多少作为 在他之前呢有个叫陈嘉尔 虽然我去的时候 陈嘉尔已经不是校长了 刚刚卸任没多久 但是呢他 我跟他们俩还有一些直接接触 就是2001年4月份 我到这个费城开一个学术会议 刚好他们俩带着北大代表团 都在那开会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就是在那拜见江泽民的老师 顾玉秀 也有当天晚上 他们搞了一个挺盛大的party 就请北大的校友 在那费城的唐人街 一个非常大的中国饭店的庆祝 本来是想把顾玉秀先生请过去 给他亲自当面的祝寿的 定制了一个非常大的蛋糕 比脸盆还要大得多 然后呢 我在那个宴会上呢 也是抽空也跟陈嘉尔 当时他是叫北大基金会理事长 他虽然是卸任的校长 但是北大基金会是面向海内外 去向校友募捐的 就是能够继续帮助北大发展 就是校友捐赠 这块是由他负责 跟陈嘉尔聊了聊 感觉陈嘉尔呢 还的确是一个比较像样的学者 说话比较严谨 然后呢 对海外 对这个应该说外部世界 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尊重 我当时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那么许志宏呢 就是校兮兮的 刚才讲到这个北大 这个林校长 读了这个别字之后呢 这个有很多的说法 包括他 本人呢 写了一封道歉信 在道歉信里边呢 一方面他承认 他这个文字功底比较差 但是他找了一些客观理由 比如说当年他是山东高密出生的 他们的学校 思织水平啊 各方面都比较差 也没什么这个学术信息来源 他那时候这个读过的一些东西 有些还是从毛泽东选集里边 读那些注释 增加了他的文史的知识 等等等等讲了很多 他当然至少反映出在文革 那个时代这个教育的状况 特别是在一些落后地区的 这个教育状况 这是一点 但另一方面呢 他又为自己辩解 说他不是完美的 你们的校长不是完美的 其实他这个说法呢 根本不是一个 他应该说态度还不够诚恳 你没有人把你当上帝 当耶稣 你这意思是说耶稣也不完美 那没有人把你当上帝 你本来就是不够北大校长这个资格 因为你这个整个的人文 你的综合知识的这个能力 确实驾驭文字的能力 确实比较差 这是事实 然后他又讲了说 大家要看思想 他有什么思想呢 林建华到底有什么思想 除了那个书 是是而非的 一套官方的那条语言 对吧 然后呢 他又讲说 这个焦虑与质疑 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价值 那么这话又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世界的进步 恰恰在于知识分子的批判性 知识分子的天职 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和批判 对社会弊端的批判 所以呢 这个焦虑和质疑 是这个社会得以进步的 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没有焦虑和质疑 人类社会就不会真正的进步 所以呢 这个作为北大的校长 犯了这样一个 思想性的常识性的错误 应该是更加不能够被谅解的 比读错字还要严重的 这个错误认识 当然最近几天呢 有很多人写了很多新的版本 然后还有很多人 以这个林建华的熟人的角度 来写 就是林建华这个人 其实是不错的 他的这个专业领域还是不错的 还有人讲 化学家嘛 你要求他这个语文水平有多高 那没那个必要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那照这样讲的话 那你如果你是当你的化学系的教授 那是没问题 当你的科学家去 但是如果你当一个北大 这样一个以人文社会科学 建长的这样一个顶尖大学 显然你是不合格的 所以呢 还有很多人坚持说 这个林校长应当辞职 我觉得光林校长辞职 并不能改变真正 就不可能把北大 再恢复到以往的那样一个 比如说民革时代的 民国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大学水平 在百年校庆的时候 曾经有人采访过 陈汉生先生 就是一个经济学家 活了一百多岁 让他说几句 希望北大越发展越好的话 就是当时 陈汉生先生说了 希望北大 办得像以前一样好 本来记者是希望他说 办得越来越好 但是呢 陈汉生坚持要说 希望北大办得 能够像以前那么好 所以坚持说真话 真的是不容易 然后北大的这个校 应该说北大的风骨 和北大的传统 现在能够秉承下来的 极其的稀少 甚至几乎是没有了 大家知道北大历史上 曾经有过重大影响力的 胡适之先生 直到今天 北大校方都不敢 真正的公开的纪念 胡适先生 那么李瑶在2004年来 北大演讲的时候 是带一点这个喜笑怒骂 讽刺中共的官员 也得罪了一些人 对吧 但是第二天 他到了清华大学演讲 马上就改变了口径 到了复旦大学 更加是带有一种 淘气搞笑的那个味道 但是他在北大的时候 至少他还说了几句真话 然后还提出来他个人捐款 要让北大建一个 胡适先生的塑像 但是直到今天 这个塑像都没有建 也没有塑起来 所以不知道 这个李瑶捐的这个钱 究竟现在是怎么用的 而且将来什么时候 才能建这样一座塑像 当时李瑶还是施加了压力的 就是说 他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 现在李瑶已经死去了 所以这个像仍然没有树立起来 可见 我过去在北大经常跟学生说 我说有两个人 北大不应当忘记 而且应该在公开的 显著的场所 来塑像加以纪念的 一个就是司徒雷登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如今的北大校园 名字叫燕园 燕园过去呢 就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 而这块地呢 从购买地皮 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一砖一瓦 很多的建筑 很多的这个文物 都是司徒雷登先生 亲自费尽了心血 花了几十年时间 慢慢建立发展起来的 那么后来呢 他担任过美国驻中国大使 毛泽东选集里边 有一篇著名的文章 叫做别了司徒雷登 那么好像从此之后 对司徒雷登这个人 就有一个定性 其实司徒雷登 不但对中国的帮助非常大 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 结交了很多中国的精英人士 而且呢 司徒雷登对共产党也不薄 应该说跟共产党的教师 学生知识分子多有来往 那么在抗人战争时期 司徒雷登还被日本人抓去 坐了一阵的牢 坐了几年的牢 所以司徒雷登是非常了不起的 应该值得敬重和纪念的 而在北大的校庆历史上 从来没有真正去纪念 这个司徒雷登 当然讲这两所大学不是一所大学 但是现在这个继承的遗产 北京大学继承的这个校产遗产 是严谨大学的 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校园里边 素这个司徒雷登的像 另外胡适是带有代表性的 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也是自由主义 自由至上主义的 这个杰出的代表人物 所以呢 如果北大不能够公开的纪念 和弘扬这两个人的话 那就说明北大早就不是真正的北大 所以我们现在对北大 还是有一些许希望 这个希望呢 是希望有朝一日 北大能恢复到当年的北大 那样一个状态 就是思想自由的 兼容并包的时代 所以呢 今天我们去怀念这些人物 无非是希望大学能办成 真正人心目中的这种学术殿堂 精神家园 这个大学灵魂没有了 所以呢 大学呢 这个这些官员们 这些校长以校长为首的 其实一个大学里边 主要的负责人是党委书记 校长还算是傀儡 真正的掌权实权人物 还是党委书记 所以什么时候呢 中国的大学里边 不再需要任何党派的党委书记 从党的意识形态中去控制 去执掌这个大学 那个大学才是真正 有希望的大学 所以我希望 未来有一天 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里边 取消一切党派意识形态的 这种组织 或者影响 而是呢 由这个学者们自己 没有障碍的 自由的思想 追求学问 成为真正人们心目中 向往的这种精神殿堂 有人说是象牙塔 倒不见得非要成为象牙塔 但是是一个洁净的土地 这是一种学术思想 自由碰撞的地方 而不是充满了交易 充满了官器 行政这个 这个行政化 官僚化 全钱交易 全社交易等等 买卖文凭 应该说这个斯文扫地 整个的这个大学状况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所有的大学 基本上都是党校 党校是什么样子 大学就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呢 今天等于是再度的发出 这样的一个呼喊 作为曾经北大的这个博士后 北大的这个教授 今天呢 正式的向各位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 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有一天让北大成为 真正人们心目中的北大 而不是共产党 一直现在控制下的 为北大 好 那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各位